因為船是心臟已經超過了 所以不能船 可力有汗 不能船 台灣不可能沒有汗 對 它是有汗 可是它是應該不是汗爐以下 那它要表演啊 那它賣力啦 差不多低啊 它到美國去的時候 大陸有的人嫌它覺得不好 我說沒有關係 你打一套越來看看就好了 老師請你多 你怎麼會輸它 所以微生然後會流汗 可是它不是低的吧 一定要低 我想用脊椎這樣訓練的話 一起來那個吊在地上會 聲音你都聽得到 啪啪啪的 很大顆耶 一定是這樣 除非是很熱啊 密閉的才會 如果一巴掌 熱的是偷光 照片 照片 千萬記住啊 這個政判已經講了 因為他不要有名望 一講大家都不能出汗 所以他們的學生都不出汗 都在地上要走 你要到這個境界 你要到什麼時候的境界 你說汗跟那個都是很珍貴 汗不能流 它可以流汗 可是它不能汗爐以下 是可以流汗 可以啊 可是不能汗爐以下 它這樣會 會傷 我就是知道說汗 汗為心之夜 你汗流多了 心臟就會少了 我們師兄好了 師兄這個狀態 汗為心之夜 你流汗多了 我跟你講心臟病馬上倒下去 是它連身發過來 全身冒汗 那是冷汗 那不一樣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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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 磕磕 那個時候 那個是沒有運動 它就碰倒下去 我就碰過那個病人 它是冷汗 跟一般運動 但是問題來了 船也是心臟 你汗流多了以後船 帶船你就麻煩 心臟就負荷 所以我這邊的講法 跟真半記相通 真半記住絕對不能流汗 所以它所謂的越來越高了 越高是你要到什麼境界才能做 你要到很高乾的境界才能做 我跟你講喔 你打高架子 我也照樣叫你流汗 你懂不懂 大家一打高架子之後 一放就好了嘛 他就是徒生大隊就看出來了嘛 一放就好了 不是喔 你高架子高架一撐下去 還是往下低喔 照樣累 照樣流汗 那是用意境的打法 這樣懂嗎 但是大家都願意起一心打法 一心打法就不出東西啊 欸 流汗也是好的事情 是 是可以的 可以把東西排出來 對不對 還有一個問題 老師有沒有把記憶可以灌到臉上 我會 可不可以去皺紋的方法 可不可以去皺紋的方法 有沒有什麼風法 可是我們把風法出去祝練 你身體好了 事實上 兵是一兵 對不對 啊 那麼多 講得那麼神秘啊 沒有關係啊 現在有沒有叫做 拍打就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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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麽 那麽 還可以 死